《一非全清天下》 作者 程久 颇奖 唐醋马提苏 第174章 王爷 别急 萧王府的书房里因苏茶的话陷入死寂 谁也没有开口的意思 苏茶说完后便默默地看着萧天耀 希望他能给出一个保证 可是 萧天耀能说什么 不能保证没意外发生 萧天耀唯有沉默 刘白见气氛僵住 颇有几分不安 小心地说了一句 事情 不可能那么巧吧 谁能保 苏茶后面的话 被一阵扑冷声打断 听这声音是 信哥 苏茶忙起身 将窗子打开 一只灰色 毫不起眼的信哥 飞了进来 落在萧天耀的面前 不会真出事了吧 刘白傻愣愣地起身 心里有不好的预感 萧天耀眉头拧紧 飞快地拆下信哥腿上的信筒 打开一看 脸色顺时变了 完全忘了自己还在装摊 一拍桌子 猛地站起身往外走 出了什么事 苏茶和刘白 察觉到事情不对 忙跟上去 萧天耀头也不回地道 林初九 提前离开了万福园 什么 苏茶脸色一白 僵在原地 林初九提前离席 那 矜持就赶不过来了 林初九死定了 苏茶身子一晃 眼里闪过一抹悲响 可很快又冷静了下来 看萧天耀头也不回地往外走 飞快地跑了出去 冲萧天耀的背影大喊 王爷 你不能去 刘白 拦住王爷 苏茶大喊 好 刘白这个时候也反应过来了 足迦一点 轻然跃起 伸手去拉萧天耀 王爷你别急 王妃不会有事的 矜持一定能赶上 你别冲动啊 滚开 萧天耀脚步不停 回头就给刘白一击 刘白不得不后退避开 等到他再追过来时 已不见萧天耀的身影 刘白气急败坏 朝虚空大喊 你们快拦住王爷 他现在不能出去 萧天耀在外人眼里 还是双腿不能行走的残废 这个时候先生 无疑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麻烦 王爷 我们都很担心王妃 可是 你不能冲动啊 想想前线的三十万大军 想想他们的家人和孩子 王爷 求求你了 你别去 苏茶不知道萧天耀 现在人在哪 但他坚信 萧天耀能听到自己的话 王爷 求你了 你别去 这是一场有预谋的浮沙 来人就是一直紧盯萧天耀 和临秋酒不放的杀手周四 杀手有杀手的道德 他们接了任务 除非是死了 不然 他们绝不会轻易放弃 周四知道杀手榜第一的矜持 一直在追杀他 这一段时间 为了躲避京池的追杀 他躲在深山老林里 不敢出来 要不是这一次收到消息 知道萧王妃 要出城参加福安公主的生辰宴 又知道京池被他师弟叫走了 周四也不敢出来 周四的任务是杀林初九和萧天耀 既然杀萧天耀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周四只好把目标放在林初九身上 杀了林初九也算是对雇主有了交代 周四并没有玩躲藏的话 随着他的话落下 一袭黑衣身背巨大弓箭的他 出现在道路的另一头 看着那个黑兽的身影 侍卫如临大敌 第一时间冲上前 在林初九面前竖起第一道防护线 可却不敢冲上前 他们再快 也快不过周四手里的箭 萧王妃 周四边走 边从背后取出弓箭 将弓搭箭 箭尖直指林初九 我是 林初九没有见过周四 但他见过周四手上的箭 知道此人与洞房那夜 放冷箭射杀他和萧天耀的人 是同一个人 王妃 小心 翡翠四人脸色大变 飞快地挡在林初九身前 哼 周四距离林初九二十余米处停下 不懈地道 就凭你们 也想挡住我的箭 周四成名绝学 便是三箭齐法 而此时他的弓上 就又放上了三只箭 完全没有因为林初九十个女人 就轻视他 可见周四是个谨慎的人 挡不住也要挡 翡翠白着一张脸 却不肯移开半步 周四的箭被道上的人称之为追命箭 这世间除了五神 能完全避开他的箭的人 没有几个 当然 萧天耀必然是一个 林初九被众人挡在身后 一双漂亮的毛子直勾勾地看着周四 随着周四走近 脸色越发地难看 左手臂上的血珠 啪哒啪哒直落 他却不觉得痛 他终于明白 自己之前不好的预感 到底是什么了 杀手周四不可能无故出现 他这是被人 被萧天耀当了诱饵 用来引杀手周四出现 萧天耀 你真狠 林初九强压下鼻尖的酸液 极力压制自己的怒火 颤抖地问道 你 什么时候 收到我出城的消息 什么意思 周四不是笨人 听到林初九这话 立刻就想到 这是一个局 事情太巧了 哈哈哈哈 林初九自嘲地大笑 还没有想明白吗 这就是一个局 一个以我为诱饵 引你出现的局 今天我要死 你也活不了 他死在周四手里 萧天耀不仅不用背负责任 还可以借此为由 讨伐政敌 栽赃政敌 买杀手 杀了他 不 你死是必然的 至于我不一定 周四后退一步 我公的手 纹丝不动 丝毫不受林初九的影响 天助自助者 萧天耀拿他当诱饵 并不表示 他就一定要去赴死 林初九吸了吸鼻子 冷静地道 人的臂力有限 你虽天生神力 可你手上的弓 重打百弹 一次连发三戒 手臂的筋骨会拉伤 至少需要两刻钟 你才能恢复力气 再次发戒 你可以试一试 杀了我 你还能 上天是公平的 给了你绝世才能 也会给别人一条生路 要是周四 能一直不间断的三剑连发 还有谁能从他见下逃生 周四承认 林初九的话很有道理 他也异动了 可是 我今天必须杀死你 错过今天 他再想要完成任务 几乎是不可能 他必须杀了林初九 或者萧天耀当中的一人 只有这样 他的雇主才会考虑 帮他摆平矜持地暗杀 萧王妃 再见了 周四拉开弓 对准林初九 剑意在闲 不得不发 本章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